一段話一束花 用你的故事綁一束花 今天的文字是 花綻放的時間很短 香氣卻會留在記憶裡 以後每當我聞到這個氣味 便知道在這冷冷的季節 身旁有暖暖的你 三週年快樂 這次的文字裡面很明顯的就是 象徵他們三週年的紀念花束 他覺得花會洩掉 但是香氣的記憶點對他來說是更深刻的 所以我覺得要調出一個舒服 而且有記憶點的香氣 這次的主角是風杏子 冬天裡就會聞到這個味道 而且一聞就會知道是風杏子的季節來了 代表冬天木質香氣的諾貝松 如果全部都是花香味的話 整個應該會變成很像大雜燴 所以我希望其他葉材是淡淡的 然後帶有一點木質味的 好像在調香水 對 就是這麼香的 還有萌瑪特 這是台灣就是國產的玫瑰 但是顏色比較特別 它的香味比較出眾 一般的國產玫瑰是 我們聞不太到味道的 但是這一組可以 梅花 梅花很可愛齁 做這種香氣的花束 有一個很大的風險 如果我有放梅花的話 他就會很想要聞 他就會為這個渡到 梅花也是冬天的代表 一看到梅花就這樣 這個季節到了 因為三週年的關係 所以我特別不要讓他仔細想想的花 在婚姻裡面 三週年的婚姻 叫做皮革婚 第一年是紙婚 就是感情還像紙一樣 第二年的時候就會變成是不婚 就是綿不婚 筆子再更有韌性一點 在三年的時候就會是羊不婚 因為有人說是皮革婚 就是更有韌性的 羊絨的代表呢 金河歡 芙蓉跟雪松 都是這樣子毛絨質感的 皮革質感的話才是像 長春藤 鼻子不透明 看起來很像柔製好的皮革 感覺更厚實一點 就要把它加進去 當作贈與他們的三週年代表 因為我曾經有一個外國客人 買花然後問我說 知不知道什麼是Wood Wedding 然後他要求我幫他用一些 木質地的花彩 那時候我就是有被那個外國人感動到 所以這件事情我就一直記得 芳香萬壽菊 這是我一生的摯愛 太大的了 現在不是大的問題耶 是這個梅花 嗯 再見了 想說要在冷冷的冬天裡 有暖暖的泥 所以覺得在這些冷色的 就是冬天感覺很重的花彩 跟調色之間 還是想要加一點暖暖的對比 讓它有暖暖的感覺 完成了 這就是今天的花束 再次的謝謝大家陪我在這邊 做雨花單元的花束 如果我也想要在這個冷冷的季節 收到一束暖暖的花 不妨到官網訂束花給自己吧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 con了解 你看我們